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节目 我们继续上一期节目的话题来多聊聊 上一期节目我跟大家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 它的帝国属性和它所承载的 跟它的能力越来越不相符的历史的负担 最后会导致天朝的崩溃 另外我也讲到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怎么来的 是如何被当时的人发明出来的 先后被国民党跟共产党来利用 作为继承大清帝国版图的一个洗脑的理论 这是我上期节目讲到的 然后看到大家的反响还不错 我就继续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 首先我看到最新一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据媒体报道 东盟十国东南亚的联盟 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他们说南中国海的主权 应该以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为根据 他的这种说法等于是在反对中国 以历史为由 说拥有整个南中国海 几乎所有海域的一个主权 东盟十国是在上周五 以视频方式举行了高峰会 这个高峰会聚焦在疫情 以及长期引发争议的南海的主权问题 这个联合声明很明显是针对中国的 他在声明中说 联合国海洋公约制定了法律框架 所有的海洋和海上活动 都必须依此框架执行 我们知道实际上最不在乎 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就是中国 在2016年7月的时候 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法庭 曾经就菲律宾提出的 这个南中国海仲裁案 公布了裁决结果 裁定北京在其主张的 九段线海域内的资源 并不具有历史性权利 南沙群岛的所有海上地物 均为胶岩 不能拥有周边200海里的 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并且裁决中方在争议地区干扰 菲律宾方面捕鱼 及石油开采活动 填海造岛活动 并且未能阻止中国渔民捕鱼等行为 是非法的 这是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 被中国直接给递死了 中国说根本不承认 这个国际法庭的裁决 其实菲律宾面对中国 它也没什么太大办法 这个国际海牙法庭 它本身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它只能有一个仲裁 但是听不听最后听谁的 还是看谁的拳头更大 只能是这样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东盟这些国家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都是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在东南亚驻扎 继续在东南亚有常设的基地也好 或者是军舰的往来也好 又为什么美国的军舰 整天的跑到台湾海峡 整天跑到南海 并不是说无中生有 或者是空穴来风的 这也是东南亚各个国家 他们的期望 他们也希望能够抱大腿 能利用美国来抗衡日益强大的 中华帝国 所以上一期节我讲到 就是中华帝国的问题就在这 在领土上面 我们看到它不仅是跟印度 跟日本 跟菲律宾 跟上次我讲的印度尼西亚 有各种各样的冲突 还有跟很多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领土的纠纷 我看到印度媒体就说了 说中国的领土纷争 不是只跟我们印度 而是跟18个国家 都有这样的纠纷 而且他还把中国 跟18个国家的 所有的纠纷给列出来了 这就是我上期节目 讲到的问题 大家没有看过的 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中华民国 如何继承了 大清帝国的版图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何又继承了 中华民国的版图 这是我的上期节目的内容 我就不重复了 那么我想继续讲的 就是说有些人就说了 说你可以反对共产党 但是你怎么能够在 主权问题上 能够这样模糊不清 觉得好像我 无所谓这个主权问题 甚至没有完全的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其实我也没有 站在印度立场上 我也没站在日本立场上 我只是说一个 比较客观的一个现实 但是有些人就受不了了 觉得我是不是卖国贼 是不是汉奸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 什么是主权 很多中国人是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的 这个主权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在欧洲的30年战争之后 参与战争的这些国家通过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有时候也翻译叫做西伐利亚条约 这个合约是历史上第一次树立一个主权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欧洲以前是一个封建体制 封建体制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权力结构 它有大的帝国 中间里边有这个邦国 有公国 还有选侯国等等等等 它是一个非常分散的一个体制 所有的权力都是错综复杂的 它没有个清晰的边界 但是这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等于规定了 有一些地方 它是地方势力 它是有一个主权的 而不是要听从这个地方势力 所存在的这个帝国的 因为这个三十年战争导致这个结果 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 它的这个衰落 不惜有些地方 像瑞士就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去了 就独立出去了 另外就是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包括这个德意志的这个新教的联盟 他们就获得了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权力 或者说他拥有了一个主权 这个主权就是通过战争 从王权转化过来的 说明来就是在一个王国之内 有一些地方势力 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了 他拥有了主权 而这个主权不是这个大帝国 他的国王所拥有的 他是这个地区的 这个小国家 新建立的小国家 他的国民所拥有的 因为这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国民的共同体 他们有共同的文化也好 共同的语言也好 共同的这个信仰也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就建立起来 而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有排外性的 讲到主权就必须讲到排外性 就是说我对我自己人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是我的国民 你是我的公民 那你所拥有的权力就跟外国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过去欧洲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多元多重的权力结构 它这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效忠目标的 要不然效忠这个领主 要不然效忠这个公爵 要不然效忠这个国王 但是成立了主权国家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国民的共同体了 这国民共同体形成了 这个是主权的一个来源 慢慢慢慢的这个主权的概念就影响到全世界 所有国家都慢慢的逐渐的脱离之前的殖民统治也好 或者是这个帝国统治也好 就变成了一些民主的民族国家 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 建立了民族国家 有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 那么主权的话 这里边的主谁来当家做主 这个是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清帝国的主权 他有没有主权 他没有主权 为什么 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皇上都叫天子 对吧 这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 这个国家也不属于你 你把公粮交了 你把税交了 但是这个钱怎么花 你是无权过问的 在这种帝国统治之下 就没有一个主权的概念 所以说 这又为什么在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之后 当时大清帝国的臣民 没有什么概念 烧就烧了 反正烧的是皇上家的院子 不是烧的我家院子 对不对 当时没有一个主权的概念 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国家 它是一个单线的中央集权的 从上到下的一个帝国体制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 你不仅没有主权 你连人权都没有 你不是你自己 你是大清帝国的奴才 你是大清帝国的韭菜 你不是一个个人 你没有自己个人的权利 你也没有国家的主权 跟你没有关系 就像今天我们去圆明园去看的时候 那个遗址 实际上并不是在火烧圆明园之后的遗址 它是后来经过很多年 北京市民们 这些普通老百姓 跑去今天我拿一块砖 明天他拿一块砖 自己家里盖一些房子 挖掉了 都给拿走了 所以他这些房子都塌了 所以说基本上 今天我们去圆明园去看遗址 我想有相当一部分 是被后来的大清帝国的臣民们给毁掉的 而不是英法联军 虽然英法联军是第一把火烧的 后面老百姓也毁了不少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们家的园子 现在没人看守了 我就拿点试点 那个时候没有国民共同体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后来才传入到中国的 天下兴亡从来都不是匹夫有责 匹夫永远没有责任 这个口号跟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的观念 是完全违背的 天下兴亡跟我们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普通老百姓 我该种地 我该吃就吃 该喝喝 这个城头变换大王旗变成一个新的国家了 明天又变成新国国家了 今天是这个张家政权 明天是李家政权 跟我什么关系呢 跟普通老百姓是关系的 没有什么关系 我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的税 然后我该种地 该吃饭吃饭 天下新闻跟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 永远是一小拨人去搞什么革命 去要改朝换代 他们要打天下 他们要做天下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推翻满清的过程中 孙中山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不爽 觉得怎么回事 这些人 老百姓都不支持这些革命者 甚至大家看到鲁迅里边的小说 大家都去围观 去杀头革命家 这些革命人士 老百姓就起哄 老百姓看热闹 因为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你要推翻皇上 你自己想做皇上 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冒这个险 你去冒这险 这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主权的观念的 因为它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个国家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到后面 后来才会有 从欧洲传过来这些概念 才逐渐的发现 原来是主权在民是一个原则 主权怎么来的 是来自于人民 你今天吞并我的领土 不是吞并张家或者王家的家族的领土 而是伤害了我们老百姓个人的利益 因为这个国家是由我们老百姓组成的政府 或者是领导人 是我们代理人 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用选票选出了代理人而已 这个主权是在民的 是在人民的 而不是在某个领导人的 所以说你吞并了我的领土 我就很生气 对吧 我就要跟你拼 为什么 因为主权在民 因为我有主权的概念了 这是你有主权概念的一个前提条件 但在中国即使到今天了 可能还不如几百年前的欧洲 为什么 因为今天没有主权在民 今天的所谓的中国的领土也好 包括政权也好 它不是人民当家住主的 当然表面上是这么说 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的国民政府 他必须要说国民党是独裁的 是腐败的 所以我是民主的 我是自由的 他当然要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 实际上他跟国民党有没有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他也是独裁的 也是腐败的 他也没有把主权归还人民 话说回来 老百姓也并没有参与到革命当中 还是少部分人 在苏联的海外外国势力的帮助下 才夺取这个政权的 所以说实话 也跟我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这是为什么网上有些人 会把共产党叫做黄俄 它是苏联的走狗 苏联的代理人 对吧 在中国兴风作量一套 把苏联的所有东西都移植过来 什么民主 什么主权在民 这都是共产党为夺权的一个说辞而已 实际上他并没有主权在民 他并没有把权力给人民 因为他从始至终都不相信人民 觉得人民是愚昧的 当然他表面上是说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们人民当家做主 我们工农阶级 但实际上他搞的是阶级斗争 他并不相信中国人 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些五毛 还有种说法 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了 中国人太没文化了 中国人太穷了 所以说不能有民主 不能有民主制度的原因就在这 这是现在的五毛的说法 就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党 实际上政权是不相信人民的 这个政权也不是经过人民授权的 所以说中国的领土 像钓鱼岛 是不是中国的跟我有没有关系 跟普通老百姓 普通中国人有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是不是中国的 你只是嘴上说说 开心一下而已 实际上什么都是党的 丢一岛就算从日本那 给要回来了 也是党的 也不是你的 所以说中国从家天下 现在到了党天下 本质上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跟欧洲的情况 跟世界的先进国家 它的发展的过程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去直接类比 但是这个主权的概念 我们要知道 是从哪来的 在今天的中国 它是没有的 不存在的 所以说我并不把中国的 现在的所谓的 这个主权领土问题 当做一回事 我并不看中这个东西 因为你连普通人民的 基本权力都没有 无法得到保障 我连严重自由都没有 我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 我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 你跟我说 在一个我从来这辈子 也不会去的一个地方 哪个国家占了多少领土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没有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人 都是从小被洗脑 感觉说主权很重要 他们觉得自己 好像是国家的主人一样 实际上他们只是被割的韭菜 只是被奴役的对象而已 所以主权的问题 今天特别是跟很多国家 发生冲突 然后煽动一下民族主义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洗脑 为了给人民一种灌输 一种麻醉 就是告诉大家好像是 这个领土问题跟你有关系 好像是你也是 这个国家的主人一样 实际上并不这样 总之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的话 谈和主权 主权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而且我开通了会员的功能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